法式甜点 法式甜点本来就是好看又好吃 它本来就是应该好看 为什么甜点 甜点本身就是一个艺术 本来就是应该美 才可以呈现出它的特别 如果不美的甜点 你会想去死吗 所以我很坚持 我会觉得 Cheesecake上面就不应该要 就普普通通的这样子 就可以加一个小的马卡龙上去 就给它装饰一点点 给它好看一点 Cheesecake本身就是 其实它不是法国的甜点 它是英式甜点 就是Cheesecake 是美国Cheesecake 它的原貌本来就不是这样 可以看到我们把 就是法式的那个精髓 把它加入了 融入了这个Cheesecake的方面 把它呈现出来 就每个人吃蛋糕 有的人不喜欢切蛋糕 切成一份一份 有的就可能吃不完 有些切了也不好看 对 所以我都会特别建议我顾客 就是拿我们的 One Bite Size Cheesecake 我们称它为Bite Size 就你一口两口 你就可以吃得完的东西 有人问过我们就是 马卡龙可以不要那么甜吗 我只能回答你 不可以 马卡龙本身就是甜 因为你看原料本身就是 很多糖粉 还有糖 就是杏仁粉 还有蛋白 就是这四个成分 而且糖的成分是最高的 因为马卡龙在以前的时候 可以说是只有王室里面 Royal Family 只有他们才有本事去吃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 所谓的High Tea 就特别喜欢 以前只有王室人才会去 享受这个High Tea High Tea里面 必然一定会有马卡龙 为什么马卡龙那么甜呢 因为外国人他们喝茶 或者喝咖啡都不加糖 他们的糖分来自哪里呢 就是来自 甜点 还有马卡龙 很多人都不了解 甜点 或者是可以说是法式甜点 或者是其他的甜点 他们会有错误的一个念 就是说甜点是超甜的 特别甜的不好吃 可能我们亚洲人 或者就是马来西亚人 他们喜欢吃甜点配什么呢 就配一些珍珠奶茶 本来都已经很甜了 实在是甜点 当然甜了 就其实甜点 你应该配的就是一些无糖分的热茶 或者是热的咖啡 比如说反弹蛋糕 要做一个蛋糕 实在是用很长的时间 可能一个感觉上就很普通的蛋糕 一个反弹蛋糕 可能已经用上两到三天的时间去完成 对 因为就好像如果你做一个人偶 可能第一天第二天你要先做一些比较大的部分 要让它的反弹先映下来 然后第二天你才可以继续的做其他的部分 然后第三天才可以把整个作品给完成 赚钱是当然要啦 可是如果你要赚更多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的生活 虽然工作时间很长 可是当我们在做甜品的制作过程都很享受 当我们做每个甜点的时候 我们就特别注重口味啊 漂不漂亮 或者是就是食材的 筛选 筛选 对 一定是要用好的 不会因为 利润而去 就是选一些不好的食材 现代人特别会想说 而且他们对甜点的认识越来越多了 因为可以说网路特别发达 然后现代的人也去旅行的次数特别多 所以他们会去慢慢去了解各国不同的甜点 然后他们回到国家的时候 自己过来就突然间很想念那个甜点 他们就会一开始在网路上面就是搜寻哪里的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